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演对于一些说明可能更有帮助 可是因为整个都镜头角度 还有包括了面板的操控 都是新的界面 所以基本上要给世光一点时间 来进行一些熟悉场域的环境 好但我们今天先观察 两个重点 全球原物料市场 在大陆商品期货的崩跌之下 开始逐步的扩散 另外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 全球的央行加息动作 从澳大利亚澳洲 到加拿大 到巴西 不管是工业国家 发达国家 还是新兴国家 加息的步骤跟节奏 似乎有一点点手忙脚乱 怎么做解读观察 尤其是我们看今天 大陆商品期货叫做低档崩盘 低档崩盘 再度出现全面性重挫 而且不断扩散 从原来的黑色系 不管是钢铁的原料 到这些动力的能源原料 现在开始扩散 包括了一些中间材 包括什么甲醇 包括我们看到的乙烯 硕化 还有包括一些基本金属 开始全面扩散 所以今天在下午开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大陆商品期货 跌幅 空方的一个打击面是非常广泛的 从动力酶 包括我们看到了锡 包括了甲醇 包括了玻璃 包括了纯碱 尿素 什么都在跌 这个跌市正在出现扩大的发展 好 我们看一下 主要这一次领跌的分成两个 第一个 这一波我们要抓头 就要抓空方的主攻 是来自于铁矿石 铁矿石的高点在今年的5月份 也就是当时我们预期通胀 预期最高峰的时候 最高峰的时候是来到1262 到最低价 最低价今天为止好了 639这个价格基本上是几乎是出现腰斩的局面 在铁矿石大跌之后 这个动力酶也跟进大跌 好 外面我们现在做这个行情 在这一波观察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台湾地区的央行副走财 陈南光 不断的提醒大家 这一次的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 跟过去20年不太一样 葛林斯班在上个礼拜周末也特别提到 这一次的通货膨胀 或叫做物价上涨 它的结构来源不一样 我们看到铁矿石崩跌 是因为金融流动性的关系吗 是因为供需的关系吗 不是 是政治的问题 动力煤的飙升到现在的崩盘 是供需的关系吗 是流动性的关系吗 其实是政治的关系 只有大陆商品情况是政治吗 不是全球的商品乃至于等下我们讨论的央行的决策 基本上我们要慢慢的熟悉 跟慢慢的理解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一个新发展的机会 目前大家对于新时代不太能接受 所以都会用1970年代的经验 1970年代的经验 来进行一个对比 因为有人觉得感觉现在跟1970年代非常接近 包括了我们看到财政赤字恶化 包括了主权货币信用的丧失 包括地缘政治的冲突 像看到了两次石油危机 包括多次的中东的以牙战争 另外还包括冷战的初期 导致全球的一体化的破碎 这都是跟现在很接近的 所以更观察的 我们看到原物料行情 我今天标题不叫商品行情 因为商品经济 严格来讲 它不是指的这些商品 这叫原物料 原物料的原料就是这些叫原物料 商品的原物料就是这些原料 事实上我们常叫商品期货 其次是原物料期货 我们这边要把名词做界定 商品的通胀会跟原物料的价格 出现脱钩 商品的通胀会跟原物料的价格 出现脱钩 包括这几天 我们看到美国的上市公司 公布的财报 几乎每一家公司 连公布最漂亮的特斯拉 都提到了正在涨价 为什么涨价 因为所有的成本都在走高 不管是无形的工资 还是有形的电池都在涨价 包括全球最大的快销品 像金百利克拉克 像可口可乐 包括甚至麦当劳 目前都有涨价或成本压迫的压力 所以我们看到商品经济的物价上涨 叫通胀 跟原物料价格会脱钩 这个脱钩我们都会要做解释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次原物料市场的崩跌 从中国开始往外部扩散 铁矿石是5月份建高点 在7月份开始崩盘 而动力煤当然是9月底建高点 10月份开始出现崩跌 我们再往下观察 包括我们看到煤炭 所谓的煤炭三兄弟领跌 现实的加工品像甲醇 这个价格也开始崩溃 从10月12号的高点 4235到今天变2773 这个短时间价格几乎就打了 大概有6折的一个程度 就7折不到 打6折 这做多很刺激 做空更刺激 而且基本上目前保证金追缴的压力 会不断不断的一个加强跟走高 那甲醇会怎么崩跌 因为上游原材料 煤化工的原料在崩跌 而煤价假如继续的走低 会使得煤化工相对于 轻油或像是像轻油脑 石油脑的裂井制成 也会产生一些成本的价格优势 所以连昧的拖累了一些化工品的崩跌 像今天台湾地区台塑集团股价 就非常非常的疲弱 但也配合油价大跌 好那另外我们观察 这个不断特原油 我们重新把这个画出来 因为去年我们大概在什么时间点 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去年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看到了原油的转强 大概就是去年的10月份 11月份 那时候原油是42块 我们提到原油做转强了 还记得在一年前 那时候就是42块 我们说原油会涨 为什么会涨 不知道 我只知道筹码在主力手上 因为没有散户会有原油 因为10月份跟去年的低点 当时原油期货 复结算的一埋 基本上使得散户 和一般投资人不敢进入石油市场 好从那边做攻击 我们在当时曾经测算 有两波涨幅的可能 为什么有两波涨幅的可能 基本上要从这边做观察 从长期的角度做掌握 它破底之后有两波涨幅的机会 所以我们可能从技术面来进行测算 它应该两波的满足 在每一桶85块左右的水准 所以我们从那时候这样估计 但中间有多空的反复 每一次突破 注意大家特别留意 拉回要注意到风险 沿路看过来挣到85块美元 这个85块美元 大概是我们去年底所做出的估计 就是两波的涨幅满足 现在云游 其欧价格也来到了两波涨幅满足 不见得走完 可是会进入一个非常长期的整理 尤其我们看到 从越线的角度当中 它做出了一个三角收敛的突破 所以它能不能继续走高 其实也跟政治有关 狭义的地缘政治 大家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伊朗要回到核谈判桌上 不是伊朗愿意回去 是美国为什么要让步 美国为什么要让步 美国让步伊朗 为什么 大家要特别留意 因为沙特王室 沙勒曼小沙勒曼 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阿拉伯未来的领袖 所以美国非常需要拉拢波斯人 来制衡阿拉伯人 所以为什么美国不断让步 你看伊朗新任领导之后 仍然非常强势 可是美国为什么让步 先引伊朗回到核谈判桌 为什么 因为波斯伊朗 要制衡阿拉伯人 不能靠犹太人 要靠波斯人 尤其是沙特小沙勒曼 这个新的王储 基本上它非常非常的鹰派 不见得会按照过去冷战时代的思维 跟美国的价值走在同一线上 所以这全部是政治 这全部是政治 所以油价会不会在三角收链的突破 再走一波 基本上跟供需可能没有直接关系 跟救命也没有直接关系 一个是短期的中东地缘政治 一个是碳减排的压力 可能会使得石油的资本支出 长期受到压制 可是那是长期 我们先观察 是原油的涨幅满足 前几天大家还提到什么高盛 说原油看到90块 看到100块 国朋友 油价来到高点 这是周线 我们看到酷薪 还有昨天美国公布的原油库存 都意外的大幅增加 意外大幅增加 等一下分析赖主财订单 你看到美国目前的库存 从期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是原油 所以我们看从昨天 刚刚从大陆的商品 原物料市场 看到全球原物料市场 现在都出现了新的一个下跌 另外我们看到这波狂飙的 像玻璃期货 在今年7月份最高的时候 来到3163 到今天为止 剩下1873 几乎也是快要腰斩 打6折发展 创下8个月西丁 而且今天盘中低档崩盘 后面要特别注意低档崩盘 要特别小心低档崩盘 低档崩盘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杀盘动作 有时候主力是压低出货 因为你不要以为上面都是主力出的 或上面主力买的 主力有时候出不了 因为量太大 压低出货 像我每次引用蔡生蔡老师的逻辑 当年宏基在17块 长期打底 外资买 1617块买一堆 后来宏基一度涨了100块 外资赚8倍对不对 屁外资卖不掉 因为外资持有台湾PC的品牌宏基 核子百万张出不掉 80几块出不掉 开始拉回 一路杀了60几块 开始爆大量 外资开始卖 还是出不掉 最后杀到30几块 爆出天量巨量之后 把散户套完之后 才继续回到十几块 好 各位朋友 到底外资赚不赚 赚两年多的时间赚一倍 对于大型的放其实获利很多 所以你要知道 有时候低档崩盘 压低出货是非常恐怖的 只有大陆的原物料期货吗 看样子不是 这个跌幅还在做扩大 这个扩大过程当中 我们要提到 过去这24小时 全球的央行态度 出现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是加拿大央行 忽然宣布结束QE 令市场非常意外 在礼拜三的时候 最为鹰派的加拿大央行 宣布利率维持不变 可是要把整个QE的政策 彻底做结束 而且要把加息的时间表 拉到明年第二季 好 观众我们要看一下 这是加拿大央行决策会议之后 整个加拿大短期国债的一个变化 市场上有预期 加拿大的央行会改变它的风向 可能会从原来忍让观察通胀 忍让通胀 慢慢出去改变 可没有想要改变那么大 所以使得昨天晚上 加拿大两年期国债 就对于官方政策最敏感的家的国债 出现了散崩 你看利率狂飙 利率非常大的涨幅 光是以利率来讲 涨了大概从原来的0.9涨到1.14 这个涨多少 这涨了快三成 一天利率涨三成 观众你能想象吗 你家的房贷 我们举个例子 你家的房贷或车贷 每个月付利息要付1万块 忽然跟你讲下个月要变成付1万3 这压力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加拿大央行的动作 忽然使得整个加拿大的债券崩盘 利率出现狂飙 加拿大的一个 我们这几天已经提到 全球央行可能对自策通胀 出现了误判跟错判 在原物料大跌的背景之下 你看各国央行开始发现 通胀应该结束了 原物料开始拉回了 不管是中国的 不管是西方的 不管是能源的 不管是金属的 感觉都开始跌了 包括了农产品 好像最近也见到高点出现拉回 感觉原物料的上涨要结束了 结果物价却持续走高 所以出现了认错行情 什么认错 就是各国央行的加息动作 只有加拿大央行吗 我们再往下看 澳大利亚央行 今天国际的财经通胀 叫澳大利亚行 忽然吓坏大家 他的QE 连宣布都不宣布 就结束了 更扯你知道吗 人家是可能要退场 等他宣布 忽然宣布 澳大利亚更凶 不宣布 即刻起停止 而且还不讲 就停止了 所以我们看到 在整个常规市场 在今天的交易当中 整个加拿大澳大利亚央行 忽然停止 进行债券的买进 就所谓QE政策 说没有就没有 国际 像不像 纽西兰央行 英国央行 加拿大央行 澳大利亚行 这是必然发生 好 国际 注意哦 加拿大 纽西兰 英国 澳大利亚 这不是美国最核心的五眼联盟吗 五眼联盟有四个眼睛都瞎了 开始紧急升息 那美联储的动作还会远吗 尤其鲍威尔现在不动作 是因为他争取他的连任提名 叶伦不讲话 所以叶伦在争取明年度的新预算 他们心中很急 就是再不提名 再不通过预算 那美国就没有政策转环的空间了 会比加拿大跟澳大利亚更惨 好 澳大利亚拒买公债 就QE说结束结束 我们看到 这是雷曼危机以来最大的一件事件 在今天基本上从0.15 变成0.525 低点大概是0.224 这三天之内利率涨三倍 三天之内 我们其实短期利率来讲涨三倍 观众朋友那更夸张 刚刚加拿大央行是涨三成 澳大利亚的短期两年期的利率 是涨三倍 这个参伦绝对值不高 可是你去想象 你的利息人们 每个月我们的按揭贷款 是付5万块钱 下个月跟你通知 不要下个月 明天开始付15万块钱 你不破产才惯 这个短期流动性瞬间收紧 瞬间收紧 这是创下2008年次贷海啸 债券风暴以来最大的谈升 利率走高代表澳大利亚的短期债券价格 全线的崩溃 我跟你讲 补保证金不是大陆的商品期货 原物料期货 包括了加拿大的债券 包括了澳大利亚的债券市场 都在补保证金 就是全面的一个空方秃鹰的狙击 好 我们看到包括巴西 巴西也加息了 目前提到了巴西央行 发现自己加息加好多次了 可是加息的动作是不是太慢了 使得整个目前消费者物价指数 出现失控面化 现在巴西央行代表新市场更危机的 并不是物价失控而已 还有包括汇率贬值 不仅是汇率贬值 而且资本流出 形成了一个多重的一个绞杀 逼迫的新兴国家央行 不断的加息再加息 目前最为反应快速的是俄罗斯央行 全球央行当中 只有俄罗斯央行的市场基准利率 是高过CPI的 这特别留意 所以俄罗斯的卢布 或俄罗斯的物价 是我们后续观察的 就是俄罗斯央行不仅加的早 而且加的快 所以俄罗斯央行目前的基准 货币市场的官方利率 是高过CPI的全球第一个 全球也是要唯一一个 就是它的官方短期利率 是比CPI高的 美国的CPI是5% 美国的官方利率 是几乎接近于0% 现在我们看到两极化 俄罗斯作为另外一个典范 美联储作为另外一个极端的典范 而中间的央行 从新兴国家 到我们刚提到的发达国家 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 他们发现不对 虽然不见得像俄罗斯那么极端 但似乎正在从一个极端 往另外一个极端靠拢 所以那个极端 美联储利率加大5% 一个是利率维持零利率 而且在印钞 各位这是两个极端 现在是在零利率跟印钞的极端 任何一个修正 回到中位数 都会把市场吓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变化 我们之前节目提到 其实全球央行除了中国人行之外 错过了加息的机会 各位朋友这张图叫库存周期 我们分成包括了需求曲线跟供曲线 这是我们常常跟大家做一个介绍的 需求曲线跟供给曲线 为什么供给曲线感觉比较活泼 所以我们在资讯不对称的假设前提之下 这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是供给的厂商加速 会比需求的消费者人数来得少 所以供给者比较有能力来调整它的产出 所以才会出现红色的波动 大于蓝色的波动 而两个波动之间会形成了库存的累积 跟库存的消化或消失 我们分成四个阶段 主动加库存 被动加库存 主动去库存跟被动去库存 按照目前公布的库存数据 按照目前公布的制造业的采购经年指数 我们可以很明确跟大家报告 中国在整个库存周期的最低端 正在进行一个去库存阶段 所以你可以看大陆商品市场 或者存货基本上是全部下滑的 像中国我们讲租 租价很低 现在所有的猪农都纷纷 不仅是杀公租杀母租 连宰租都出售了 好 美国从PMI做观察 从昨天公布的耐久才订单 从昨天公布的批发库存 我们看到 美国也在库存周期的顶端 出现下滑 昨天美国公布的批发库存 是来到了1.1%的月增率 没有听错 美国在缺货 可是美国的批发库存 叫8月份又增加了1.1% 另外从卖酒财订单观察 当然这个订单 9月份比8月份差 但有人讲 因为在核心资本财的支撑之下 扣掉了飞机 扣掉了国防订单 基本上是不减反征的 可观众没有注意 把国防订单 资本产订单之外扣掉 飞机在下滑 汽车订单在下滑 做这两样吗 包括了电信设备 包括电器产品订单 都在做下滑 所以很妙 大家都在抢抢抢 可是订单不增反减 订单不增反减 什么中间的变化过程 我们就提到 整个的库存周期正在往下 从欧元区PMI 也刚刚过出了顶点 我们提到什么原因 英国加息 纽西来加息 澳大利亚加息 甚至加拿大加息 你在一个景气下滑阶段 进行加息 这叫做自杀 你懂吗 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应该有平衡周期的作用 这是凯因斯政策 他的初衷 我们提到三波革命 上次不是讲经济学人杂志的分析吗 第一波是Anon Smith Anon Smith是 来如何改变垄断地位 不管是自然垄断 还是后天的人为垄断 这是Anon Smith的第一次进学革命 第二波革命是凯因斯理论 凯因斯理论最重要的初衷 就是要把周期给抹平 衰退不要那么多 但泡沫也不要那么大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样子决策 不管Anon Smith跟亚当 Smith 全部丢到垃圾桶 反而放大周期 在下滑周期 上升周期降息 下滑周期升息 你这种感受你知道吗 就是银行很坏 晴天送散 雨天收散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晴天不需要散收 你刚才说散 不要买一送一 通通通收给你 下雨天的时候 银行那我花高一点给你借钱 好不好 不行 雨天收散 所以现在央行觉得很妙 在库存周期往上的时候 还不断的刺激加印钞 还配合财政政策的宽松跟刺激 可是在下滑阶段 周期下滑阶段 美国干嘛 Taper 加息 还有财政的加税 加税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各国政府 他们不仅没有平衡周期的波动 反而他们的政策 加大了周期的发展 加大了周期的变化 尤其是在商业周期往下的情况之下 进行任何的加息或紧急动作 就会像大陆的商品原物料市场 甚至最近伦敦的金属原物料市场 甚至美国的能源原物料市场 都开始出现 泡沫一吹就破的一个变化跟结局 好 观众说我们特别留意 这一波的发展 我们等一下要做解读 因为昨天晚上美国国债继续在逼空 从昨天五年级的标准 看得更为明显 这个市场现在正在吹一个阴风 背后凉凉的 美国NASDAQ指说 连续两天盘中冲高 沙尾盘 留下了两根避雷针 两根避雷针 就觉得背后一点凉硬 科技股跟周期股之间 其实资金是有排挤 是一个替代效果 或是一个竞争效果 可是周期股表现不好 科技股感觉背也凉凉的 而凉凉的过程当中 我们稍后要特别来做一个观察跟解读 就是从美国的殖利曲线 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我们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因为从这个殖利曲线怎么观察 我们再次跟大家报告 怎么看这个图 这个图很重要 重要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纵轴 这个纵轴指的是利率的水平跟水位 横轴是指的每一个期间 每一个期间 它会形成一个点 就是期间会配合什么利率 譬如我们举例 10年期美国国债 10年期拉上来 拉上来 美国国债的利率是1.68 拉过来 1.68拉过来 就会形成这个点 30 20年期 20年在这边拉上来 它的利率水平在2.1个百分点拉过来 就形成了第二个点 这些点串联起来 就会形成一条线 从点看到线看到面 观众有这有点有线 面在哪边 面在哪边 面在面店里面 观众有这怎么看 因为我们一般观察 这边短期观察的是 短期货币的流动性 这边观察的是政府 尤其是央行的决策过程 那这边是观察 长期的经济前涨的潜力跟动能 我们最近看到流动性过剩 短天期 包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的国库券 基本上利率维持不变 可是我们看到在这边这个程度 这个程度我们看到很明显 尤其是三年两年期的债利率 出现快速的扬升 而长天期的利率 报酬率却出现压低 形成了一个中期走高 长期受压 好在这边 观众在这边 我们看到就很明显了 就这个变化 而这个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明显的指标性 按照指标曲线去平缓 甚至从雄平变牛平的过程 它代表一个重大周期跟景气反转的讯号 这个并不是商品经济的周期反转讯号 而是全球资产价格 随时要进入一个重大的反转时间点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的经济部分 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深入来讨论 包括讨论了两年期国债的拍卖 我们今天要观察的是 五年期的国债拍卖 债券市场的逼空 跟保证金的回补 不管券的不足 使得大家 使得交易员 交易者 被迫回到一级市场的拍卖 来寻求被嘎空的券 现券或现货来进行回补 而这个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稍后在今晚部分 为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跟解读 温客 位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